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双寒情妙目与众不同 她倒不像其他仙鹅似的叽叽喳喳四处关桥 这是南海水军小夫人所生的公主姚华 这个小公主仗着水军对她母亲的宠爱 十分霸道 阴阳貌出众 很多仙君求亲都被她拒绝了 这姚华年纪不大也是个有谋划的人 这次九重天欣赏公鹅 不知打电了多少人 换了个别人仙鹅的身份上了九重天 太陈宫里凤九同成玉坐在一张大的木椅鞦韆上 这鞦韆是帝君亲自为凤九打造完的 叫她每日在上面晃着晒太阳 又怕凤九们每天照思命和成玉过来陪她 就连天君叫成玉 准备寿宴用的鲜花也叫帝君给回了 滚滚回来看见说她父君很是偏心 她求个陀螺到现在也没见到 还不如个凡间小童 她很担心自己弟弟妹妹的未来 不过她也高兴可以多个人数星星了 凤九剑和帝君下棋的连颂殿下一脸的深沉 问成玉连颂今日是怎么了 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 成玉不说话 一边的思命道 三殿下那是跟自己的秦迪生气呢 秦迪思命道 不就是那个前几年类台相亲时 那九天选你的小徒弟沐阳吗 燕自从帝君帝后大婚上 见过成玉后一眼钟情 如今是日日情书 日日飞花 专情地狠呐 凤九开心地对成玉说 你的十里桃花旺得狠呐 那边的连颂好像是听到了这边的话 不耐烦地说 不下了 次次都输你 东话你就不能叫我赢一回吗 帝君抬眼看她 你想赢的是我 连颂哼道 女人心还抵真 这时仙官领了两个小仙童 六个小仙鹅进攻 对仲林说都是兴奋进来的 这摇华就在里面 她是冲帝君来的 这摇华自小很是喜欢帝君 又听了很多帝君帝后的故事 更是向往 她爹娘知道她有这个心思 吓得半死 谁不知道帝君老人家心力就一个女人 可这个摇华偏不信 觉得自己天生丽质 怎么会比不过青秋的一只狐狸 仙官和仲林交接时 她抬头眯眼看了下凤九 见凤九有些微微凸起的肚子 觉得进来的时机很好 她父君就是在别的夫人怀孕时娶了她娘亲 她觉得凤九不是像别人说的那么漂亮 丛林给他们讲了规矩 安顿下来 听她说自己饭做得好 就把她安排在了厨房当差 当初凤九在太成宫时 四百多年紧紧在厨房见了一次帝君 可现在帝君日日出入厨房 因为凤九怀孕后很挑食 不像怀滚滚是吃什么都香 帝君为此在四海八荒还招过厨师 可都用了没几天就别打发了 帝君觉得这四海八荒 再找不出比凤九做饭好吃的了 如果凤九不做饭她也不饿 哲言给凤九了送些开胃的钥匙 帝君亲自下厨房煮 太成宫原来的这些小仙鹅很是懂规矩 帝君在厨房时不招呼他们 从不上前打扰 姚华进宫几日里 一直在观察帝君和凤九的生活习惯 院子里新进了几棵月桂树 正是一束繁花 满院子里都是甜丝丝的味道 上次凤九去紫卫大帝府里见了这月桂树 闻了觉得很舒服 说花能做高吃 帝君他老人家只要是小白喜欢的 啥都能给弄回自己宫里 那日正赶上小燕来找凤九诉苦 叫帝君抓到扛树 培土 浇水一气活都给干好了 今日帝君抱着凤九树下些凉 帝君把头放到凤九肚子上听了半天道 怎么还没动静呢 凤九 这才两年怎么也得四年上才能有个动静呢 帝君把头顶着凤九的头道 小白我喜欢你 凤九亲了亲帝君的鼻子道 孩子的名字你想好了吗 这次我们要取个轰动四海八荒的名字 帝君摸了下他的肚子的道 我看就叫球球吧 吃得圆乎乎的 球球凤九重复了下道 这不行回头别人提起东华家的兄妹 那不就成了 成了 滚球 兄妹了吗 说完凤九笑得甚是开心 帝君看着凤九笑 倒笑起来怎么这么迷人呢 天这么热要不要我活啊 我要亲亲 凤九觉得怎么帝君越来越可爱了呢 抱着头亲了两下 帝君不满地看了他眼道 你敢敷衍我小东西 今天本神君要欺负下小上仙 帝君把凤九往怀里又带了带 臣轻轻地从凤九的脸慢慢下移 凤九觉得天河的水化成了 蜜浆一点一点地渗进他的身体 他圈着帝君的脖子 想要溶进帝君的身体里 这一味绅士缠绵 丛林和慕云都是司空见惯帝君和帝后的甜腻 他们觉得很幸福也很开心 但躲在一边偷看得摇滑脸红耳热 极度羡慕像无数的食肉虫 在啃食他的心 隔日他算转了帝君进厨房 给凤九煮汤的时间 自己偷吃了点药 他觉得帝君快端汤出来时 进了厨房 帝君几步就要出了门时 他在帝君身边轻哼了一声 刀下去 太陈宫外狂风一阵 惊起一束飞鸟 那远处翻滚的云海间啊 九重天万年如一日 热气迢迢 金碧辉煌的大殿在阳光之下 宝光四乙 鲜喝轻笑 不过南天门外 一会儿阳光火辣 一会儿倾盆大雨 出外办事几天回宫的夜华 牵着白浅的手 冲了白茫茫的云海 现身后有点吃惊 只见南天门外 黑压压跪倒一片 因是被暴雨刚淋过 衣衫凌乱 个个很是狼狈 这其中跪得有些 摇晃晃的就是南海水君 还没等夜华过问 那边上有个 私事监察的小仙官 上来攻身行礼 夜华瞟了眼南海水君 小仙官冲着太陈宫一一 道 帝君老人家 罚南海水君 叫你无方跪了六日了 娇女无方 白浅心里通透 这肯定是来撞南墙 又把爹坑了的 那南海水君 晕晕晃晃的墙撑着 给夜华白浅夫妇行了礼 白浅上神瞟了眼水君身边 有个看不出美不美帝女子 脸上全是于青 估摸着就是这个 想着小九月发的有气魄 直接去了太陈宫 这太陈宫里 倒是清风徐徐飘着花香 人进来就清爽许多 帝君正坐在小凳上 给凤九包核桃吃 凤九想起身影姑姑 结果帝君使坏 用了点小力他起不来 凤九称怒地打了下帝君 白浅正给凤九使眼色 叫他打发帝君走 四命 承宇拎着些石仙的果子进了门 后面跟着进来的连宋道 帝君还是饶了那水君 叫他们回去吧 再跪怕就出人命了 帝君冷冷地道 安排四要看着 白浅捅了下凤九道 有桃花说说 凤九一脸遗憾地道 我啥都没看见 真是可惜了看戏的机会 慕云道 那天帝君去给地后煮汤 端汤快出来时 那个叫摇滑地进了厨房 走到帝君身边一挖就倒下去了 帝君轻轻地一闪 他连帝君的半片一脚都没沾到 他就直直地摔到了地上 当时脸就摔破了 帝君闻到他吃了眩晕草 叫众林照了四行官过来问话 后来就给他抬出了南天门罚柜了 地后当时还在小气呢 啥都没看到 白浅悠悠道 这太老套了 难道世间的戏本子都不更新吗 连宋和凤九连哄带劝下 帝君罚水君贵了七日 那摇滑寿龙边四时 永不许他祖九重天 涉事的一众人等 全部流放到荒山荒地重新修炼 这之后每到九重天换仙额时 管事的仙官就如邻大敌 进太成功的小仙鹅 不刨出人家祖宗十八代 都不能进太成功 帝君见凤九每日总是微口不好 又没什么精神 心里很是着急 天天琢磨着怎样哄他开心吃东西 几天就琢磨出个好办法 想到了饭境几万年 才结了果的那棵瓶婆树了 第二日叫了崇林带了一好的经文 又召了成玉 连送几个人奔了饭境 凤九小的时候跟他老爹也去过饭境 那时候啥都不懂跟佛陀理论 结果回去被他老爹大棍打了一顿 再来饭境自己已经是东华的帝后了 真是事实难料 想到这里他抬头看帝君 帝君也顺了他的目光看他 眼力的宠妮都溢出来了 跟在不远处的连送和成玉 因为牧阳的事还在生气 好了 今天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喜欢小影请订阅我们 有不一样的见解 请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见